Hello大家好 现在好多小伙伴都在问我怎么购买比特币 我也比较纳闷 怎么最近这么多人要想买比特币的 于是我做了一套详细的教程 那么咱们重点来说一下 如何百分之百安全的购买比特币 如果你是新手 第一次接触数字货币的话 也不用担心 这个教程是零基础的入门必看教程 新手小白也可以理解学会 在接触数字货币之前 我给大家做一个高能警告 币圈的骗子和骗局非常的多 咱们新手朋友一定要小心 本期视频会教你怎么识别交易所里的骗子 还有骗局 然后我再把买币卖币 然后提现出金的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什么是提现出金呢 就是说把我们的数字货币 再换成我们的人民币 存到我们的支付宝或者卡里 下面咱们戏桌 这里咱们一带而过 提醒大家一定要认真观看完视频之后 再去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教程目录 这个教程分为五个步骤 第一步是怎么注册交易所账号 第二步呢 我们要在手机上安装交易所的APP 用来我们方便我们的操作 第三步我们要对账号的安全进行下设置 这一步非常重要 下面呢就是如何购买USDT 最后我通过实战演示的方式 把买币卖币提现出金 给大家演示一遍 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注册一个欧益交易所的账号 为什么选择欧益交易所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三大交易所分别是欧益 币安和火币 目前呢只有欧益交易所 还支持大陆用户注册 币安和火币已经不支持了 另外呢手续费也比较低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表格 很清楚的看到 每个交易所的对比情况 我就不进行过多的讲解 下面咱们开始注册 注册方法呢也十分简单 我会把注册连接放到视频下方 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这里呢重点要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用下面这个连接 因为使用这个连接注册的话 你会终身减免20%的手续费 是非常划算的 打开连接后 直接到达注册页面 我们填写手机号 或者是邮箱 都可以进行注册 填写上之后 然后点击领取盲盒 他会给我们发送一个验证码 填写上去就可以注册成功了 非常的简单 现在呢官方有一个活动 注册完成 他会奖励一个盲盒 当然他这个说的肯定比比较多 一般情况只能开出来几十块钱吧 具体的话要看运气 你可能运气好 说不定你能开出这么多 对吧 第二步呢 我们需要在手机上安装OEAPP 安卓手机的话 安装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直接从官网扫码下载就行 我们来看一下 在官网的右上角 这里有一个向下的箭头 大家可以看到我箭头指的这个方向 我们把鼠标移动上去之后 他会弹出一个二维码 直接拿手机扫码下载就行了 非常的简单 那么重点来说一下 苹果手机怎么安装 因为国内的苹果应用商店里 没有OEAPP 你是下载不了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准备一个海外的苹果ID 这个海外ID怎么获得啊 我们来直接通过百度搜索 购买苹果ID 使用谷歌也可以 里面有很多都是买账号的 直接可以从他们那买一个就行了 好多都是 基本上一搜一大堆 有了账号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把 第三步我们对交易所的账号 进行一下安全设置 在登陆APP后 不要着急买币 一定要先设置好安全信息 这里呢 我们需要完成两步操作 一步叫身份认证 第二步叫安全设置 再来大家跟我一步一步进行操作 打开APP之后 我们点左上角 这里有身份认证 在身份认证里面啊 分为基础认证 高级认证和视频认证 我们呢 完成第一项基础认证 就可以进行买币了 如果你以后的交易量大 你可以把这个高级认证 进行一下认证 然后我们返回一下 看下面的安全中心 安全设置里面呢 它有四种选项 供我们选择 有谷歌验证器 有邮箱验证 手机验证 还有防钓鱼码 我呢 选择的是邮箱和手机 这里呢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进行选择 有的人喜欢用谷歌验证器的 就把这个打开 到这一步 我们的前期准备工作 就已经完成了 第四步呢 我们就需要购买USDT了 到这里呢 很多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什么是USDT 为什么要买它呢 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 USDT 我们的中文名 我们把它叫做泰达币 我们简称为USDT 很多时候呢 我们通常把它叫做U 它呢 是一种稳定价值的货币 一U就等于一美元 我们账号里的USDT 是随时可以按照美元的汇率 最坏成我们的人民币的 在我们真实实现当中 美元就是一种通用货币 同样在我们虚拟货币当中 也需要有一种通用货币 那就是泰达币 那么我们需要购买比特币 狗狗币 这些数字货币的时候呢 人民币是不能直接购买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使用人民币 兑换成USDT 然后再使用USDT 购买我们的比特币 以太坊 这些数字货币 它呢 是一种这样的流程关系 下面呢 大家跟我一起进行一下 购买USDT的实战操作 它的流程呢 这里有 大家可以仔细的阅读一下 下面咱们看我操作 在APP首页呢 我们点击我要买币 弹出一个选项 我们选择C2C买币 这里呢 有很多商家 我们可以从他们手里购买贷达币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选择交易量大的商家 防止呢 我们的银行卡被封 我们来看一下交易量在哪里显示 大家仔细看 每一个商家后面都有它的成交量 大家看到了吧 我们要选择成交量高的 高一些的 这个是6000多 我们再往下找一找 你看这个成交量只有59 这样的大家不要选择 一定要选择成交量比较高的 大家看这里呢 有一个12000多的 所以说呢 我们选择这个商家 还是比较靠谱的 我们直接点击购买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写入我们想要买入的金额 比如说我要想买1000的 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买多少写多少 写上购买的金额之后呢 我们直接点下方的购买USDT 我们直接点击下一步就可以 现在呢APP上提示 请使用支付宝转账 不同的商家支持不同的支付方式 可以是银行卡 微信 或者是支付宝 当然了这个商家是可以使用支付宝的 下面呢 就是它的支付信息 上面有提示 有我们的购买金额 有对方的收款信息 叫陈页 对方的支付宝账号 我们呢 打开支付宝 给这个陈页进行转账就可以了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使用自己姓名的账户进行转账 否则的话 对方会扣一扣一部分的手续费 然后会把钱带率退回来 这里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假设呢 我们现在已经转完账了 在转完账之后 这里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一定要及时回到OEAPP当中 点一下 我已转账通知卖家 这样呢 卖家就会及时的把USDT 转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如果你没有点这个的话 过一段时间这个订单会就会取消掉 我们的钱就会白转了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转完账来点一下 我已完成转账 就是这个按钮 这一点啊 我重复了两遍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你点完这个按钮之后 USDT啊 就会到达我们的账户当中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账户信息 直接点返回 回到首页之后 我们点击右下角的资产 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账户信息 我这个账户呢 现在有99.99USDT 你的USDT到账之后呢 就会在这里显示了 有了USDT下一步 我们就可以购买比特币了 第五步呢 就到了我们的实战演示阶段 我将从买币到提现 全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我们开始买币的第一步呢 就是需要把资金账户里的钱 转入到交易账户 有的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都是我的钱 为什么有一个是资金账户 有一个是交易账户呢 这里呢 我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 不明思义 资金账户 就是我们的钱在这里存放着 那么交易账户 很好理解 就是我们拿出多少钱进行交易 比如说我们的账户中 有一万U 但是呢 我们不是全部都拿来进行交易 我们可以拿出一千U 进行交易 剩下的还在我们的资金账户里存放着 下面咱们来看一下如何操作 在APP当中 我们直接点资产 这里有一个资金划转 我们可以将资金账户的钱 转到交易账户 同样也可以将交易账户里的钱 转到资金账户 下面呢 我们写入金额转多少就在这里写多少 我可以直接点最大 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我们反回看一下 现在资金账户里的钱就是零 交易账户就是99.99 下面呢 咱们就可以进行购买数字货币了 我们点击中间的交易案子 第一次操作的朋友看到这个界面会比较发猫 有好多按钮和数字 下面咱们简单的来说一下 在最上方这里是选择币种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想买比特币 那么我们就选择第一个比特币 然后选择现货交易 也就是第一个 如果你想买以太法的话 我们就在这里选择以太法就可以 以太法的缩写是eth 就可以选择这个 同样也是选择最上面的现货交易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里呢一个买入一个卖出 买入我们就点左边的 卖出我们就点右边的 很好理解 再往下看 这里呢是让我们选择委托方式 它呢有好多种委托方式 最常用的是现价委托和市价委托 这里呢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市价委托就是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比如当前的价格是多少 我们看一下 是1873 如果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我们就会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但是有个同学 想等价格低一些了再买 这时候我们就用到的功能叫做现价委托 它的意思就是说 等跌到我们想要的价格后 自动进行成交 比如现在我们想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再买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选择 现价委托 把价格这里修改一下 改成1800 这样设置之后 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就会自动买入 咱们继续往下看 数量这里我们不用管 我们只需要把金额这里填上就可以了 比如我想买1000U 我们这里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那么1000U就可以买到0.55个以太坊 这里呢它是自动帮我们计算的 我们直接点入买入就可以了 当然我的账户里现在只有99U是不够的 它这里呢就提示预约不足 好了买入操作呢 我就说到这里 是不是非常简单 下面咱们来算一笔账 比如说我买入的价格是1600 等过了两天 以太坊的价格涨到了1700 这个时候我们来计算一下收益 是不是就用1700减去1600 就是我们盈利的部分就相当于我们赚了100U 也就是100米金 假设咱们现在已经赚了100U了 想要把币卖掉应该怎么操作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回到我们的交易界面 这一次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卖出了 对不对 我们选择卖出 下面的委托方式这里 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选择我们要卖出的数量 这里呢有一个滑动条 我们可以选择卖出50% 也可以选择卖出100% 100%意思就是说把我们持有的所有数字货币都卖出 这里呢大家可以根据情况自己选择 然后直接点击卖出就可以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最后呢咱们来说一下 如何把赚到的U提现到银行卡 支付宝或者微信 这三项都是可以的 首先呢第一步 我们需要设置一个收款账号 这个收款账号可以是银行卡 也可以是微信或者是支付宝 下面大家看我演示 打开APP后 我们需要在我要买币 这里设置一下收款账号 C2C买币 选择右下角我的 这里有一个收款账号管理 我们进去之后需要在右上角 添加一下收款账号 可以是银行卡 支付宝微信都可以 这个呢大家自行选择 添加好账号之后 第二步我们需要从欧义里挑选一个可靠的买家 在APP里选择我要买币 有同学会比较纳闷 我们不是要卖币吗 怎么要进买币呢 这里呢买币和卖币是在一个板块 C2C买币 进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一个购买一个出售 我们这一次呢是选择出售 在出售领表这里呢有非常多个商家 我们怎么选择呢 第一步我们要看它的成交量 这个是一万亿 这个是两万 下面这个是五千 所以说呢我们优先选择 一万二的这个商家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我们要看商家的注册日期 这个商家呢 它是二二年十一月成为商家 换一个看法 这个呢大家看 它是二零二三年四月份刚刚成为商家 所以说呢我们要选择一些比较老的商家 也就是说注册日期比较久的 像刚才这个就不错 号与商行 一个二的这个就不错 注册时间也够久 然后呢成交量也非常高 像这样的商家就是比较靠谱的 下一步我们直接点击出售 在这里写上出售的数量 然后点击出售就可以了 我们来试一下 我写了一个两由 然后点击出售 然后出现一个确认双口 我们直接点卖出 这个时候买家那里就会收到对单信息 我们呢只需等着他给我们转账就可以了 一般情况呢只需要两分钟 等他给我们转账之后 我们的界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买家已付款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这时候你需要干什么呢 你需要登录到你的支付宝或者银行卡里 查看一下是否到账 等确认无误之后 再到APP当中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点击这个按钮之后 你的USDT就会转到对方的账户当中 就完成了 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在卖币的时候 一定要亲自登录银行卡或者支付宝 查看是否到账 到账之后 再来点击这个按钮 我已收到付款 这里大家一定要谨慎 因为你只要点击这个按钮 USDT就会转到对方账户当中 这个就像我们逃往买东西的时候 确认收货一样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 到此为止 我们的入门实战教程就已经结束了 大家有任何问题 可以到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我会给大家理解答 想要了解更多币圈知识的小伙伴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炒币大师兄 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最新币圈资讯 谢谢大家的光泛 上周 国际油价连涨4日 全州美油期价累计上涨9.09% 创2023年3月以来最大单州涨幅 布油期价则累计上涨8.43% 市场对美联储大幅降息的预期降温 国际金价上周累计微跌0.01% 分析认为中东紧张局势 本周没有降温的迹象 以色列对伊朗石油设施的袭击 或伊朗在重要能源航道上 采取报复行动 都有可能导致国际油价飙升 摄影 流量 75载春秋更迭 75载风雨兼程 今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 75周年华诞 转发向祖国母亲献上最美的祝福 我爱你 中国 行属秘书长王兴宇参加调研 王清伟先后深入加个达崎区生活污水处理厂 及配套污水管网提标改造 二期附加铁路项目指挥部 以及松岭区森林防火应记录 消防救援站 自然排水改造工程项目建设现场 深入了解各个项目建设进展情况 实地查看施工图纸 日志等内页资料 详细询问施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当听说松岭区消防救援站项目 能够提前一年完成 王清伟对该项目经验做法表示充分肯定 他强调 各地各部门要充分利用当前有利的天气形势 加强工程调度 加快施工速度 形成更多实物工程量 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 抓好统计入库 确保颗粒归仓 要总结提炼松岭区消防救援站项目经验做法 抓好项目模划储备 提高项目设计水准 坐深坐实项目前期 确保更多项目能够纳入国家和省政策支持 王清伟非常关心我区物流 住宿等第三产业发展情况 调研期间先后深入家区物流园区 新城国际宾馆 深入了解经营情况 仔细倾听企业诉求 当得知这两个项目均为对闲置防射的再利用 王清伟十分高兴 他强调 各地各部门要坚持因地质疑 进一步加大闲置资产盘活力度 在算好成本账的基础上 运用市场的方式 积极引入战略投资者 要打破传统思维模式 善于结合经济发展新业态 推进闲置资产开发利用 要围绕产业发展形势和企业实际需求 不断加大金融 技术 场地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 扶持企业发展壮大 积极带动就业增收 调研期间 王清伟来到松岭林业局 绿水林场平安管护站 看望节日期间 坚守岗位的森林防火管护人员 他强调 要毫不放松抓好秋房工作 坚决打赢京丘保卫战役 得知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家区和松岭区政府相关领导 参加调研 撰文 经研 同样 在神海高速公路改破建工程施工艺合同 海区西路跨线桥项目现场 海区西路跨线桥 全长119米 上部结构采用玉印立铜 后张连续现交香梁 上跨地方主要道路 施工难度较大 目前 现交香梁底板 副板已施工完成 正在绑扎顶板钢筋 工人们有条不紊的忙碌着 扎钢筋 搭脚手架 搬木料 气墙板 钢筋要摆放整齐 钢筋勾要上下勾筑 两根钢筋节点要焊牢 在纵横交错的钢筋上施工处长梦令厂来回走动 对每名工人动作作业规范都一一给予纠正 对安全生产问题更是千叮宁万嘱咐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 日照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深入施工现场 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实落实到位的执行力 时刻督促施工单位加强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 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到实处 同时加强与项目单位的沟通协调 及时解决工程建设中遇到的问题 形成工作合力 全力保障神海高速公路改阔建日照段建设顺利推进 据了解 神海高速公路日照段改阔建工程全线设大桥13座 沐通立交9处 分离立交20处 服务区1处 养护工区1处 扎到收费站5处 截至目前 清标已完成77.7% 陆基工程完成64.3% 路面工程完成27.5% 乔涵工程完成54.6% 房建工程完成32.2% 以累计完成投资36.98亿元 通知进一步放宽了高校毕业生报考和应聘上海市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相关岗位的条件要求 明确 上海市事业单位招收应届高校毕业生的应向毕业证书落款年度两年内含毕业当年度 为落实编制内工作的高校毕业生开放 不对其是否有工作经历 缴纳社保座限制 同时 上海市地方国有企业 在互养企在开展校园招聘时 应结合企业实际 将校招岗位向毕业证书落款年度两年内含毕业当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开放 不对其是否有工作经历 缴纳社保座限制 此外 通知规定 报考上海市当年度公务员的应届高校毕业生 可根据本人基层工作经历等情况 选择报考相应类别的职位 推荐视频 据台湾灾害应变部门消息 由于台风山陀儿带来的灾害 截至10月2日晚 已造成台湾两人死亡 102人受伤 两人失踪 据介绍 台东线和屏东线的泥石流红色警戒 新增至44条 全台公路预警性封闭 新增至21处 国际 两岸航线 预计取消99架次 岛内航线全部取消 海运部分 两岸4航线 30航次停航 岛内10航线 131航次停航 截至2日晚 岛内累计曾停电用户数为58109户 目前仍停电用户数为3490户 有关部门仍在持续抢修 中央气象台 10月3日6时 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今年第18号台风 山陀儿已于今天3日早晨5点钟 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 其中心位于台湾省高雄市西南方 大约60公里的台湾海峡海面上 就是北纬22.2度 东京119.9度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40米每秒 中心最低气压为960百帕 7级风圈半径200到280公里 10级风圈半径60到100公里 12级风圈半径30到40公里 预计山陀儿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 向东北方向移动 强度缓慢减弱 将于今天中午至傍晚 在台湾岛西南部沿海登陆 台风级12到13级 33到38米每秒 登陆后强度快速减弱 大风预报 10月3日08时至4日08时 黄海南部 东海西部 台湾以东阳面 南海北部及东沙群岛附近海域 巴士海峡 台湾海峡及澎湖列岛 台湾岛及其沿海 浙江沿海 福建沿海将有6到8级大风 阵风8到10级 其中 南海东北部 巴士海峡 台湾海峡及澎湖列岛 福建中部沿海 台湾岛西部和南部沿海将有9到11级大风 阵风11到13级 山陀而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地区的风力 有12到13级 阵风14到15级 降水预报 10月3日08时至4日08时 台湾岛大部有大到暴雨 其中 台湾岛东部和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局地有特大暴雨 250到450毫米 推荐视频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今天举行的 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要在关键环节方面 让健康第一 落席落地 实施学生体制强健计划 心理健康促进行动等 保障中小学生 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 不低于两小时 全面培育学生积极心理品质 要让孩子们动起来 互动起来 多见阳光 多呼吸新鲜空气 在机制保障方面 教育部将进一步健全 加校设协同育人机制 以教联体建设为抓手 调动部门资源 协同社会力量 在依教互促 体教互融 加校互动 社教同频等方面 加强联合 共同担负起学生全面发展 健康成长的重要责任 点蓝色字 关注期台和发布 王福利来到英工牺牲党员干部 孟庆瑜的妻子 韩平云家中 送去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 致以崇高敬意和节日问候 希望他保重身体 照顾好家庭 王福利指出 老同志 老干部和英工牺牲党员干部 在革命 建设 改革各个时期 做出了突出贡献 是全是各级党员干部的榜样 和楷模 各级各有关部门 要多向老同志 老干部请教学习 传承好他们 终于职守 攻坚克难 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要切实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落实落细各项政策措施 让英工牺牲党员干部家属 更好地享受到改革发展成果 10月4日 李玉刚作为 许松苏州站演唱会的 特邀嘉宾登场 两人共同演绎了 新贵妃醉酒 然而 李玉刚的表现引发了争议 他在演唱过程中 多次与台下观众互动 并将歌曲的副歌部分 交由现场观众合唱 许多观众对此不满 认为他是故意躲避高音部分 表现出不够专业的态度 有网友评论 李玉刚的新贵妃醉酒 只唱了8个字 还有网友称 李玉刚今天的表现 是被500上了身 针对网友的质疑 李玉刚在社交平台 发视频回应称 演唱新贵妃醉酒的初衷 就是想让现场嗨一点 多和大家互动一下 如果没有达到大家的诉求 和满意 在这里和大家说一声抱歉 接下来的杭州演唱会 自己会唱一首 十分钟版的新贵妃醉酒 图具F李玉刚 2006年 参加央视星光大道 或年度季军 2009年 正式加入中国歌剧舞剧院 2010年 静花水月演歌会 开启全球巡演 并发行个人首张专辑 新贵妃醉酒 2012年 首登央视春晚舞台 演艺新贵妃醉酒 同年 在央视元宵晚会 演唱竹梦令 2013年 在登央视春晚 演唱嫦娥 2016年 发行出道十周年歌曲 刚好遇见你 歌曲上线后 迅速占领了各大音乐榜单首位 排行榜 长达十周 随后展开李玉刚 十年经典演唱会 全球巡演 2017年 李玉刚货班 亚洲结束艺术家奖 同年 导演并主演 大型泛音史诗 班若号角 2023年3月 电影导演处女作 云上的云正式开机 2025考研报名时间 出事时间 已经发布 从今年9月 到明年4月 哪些时间节点 要关注 at2025 演考生 这份2025考研阅历 速速收藏 祝福所有考研人 一战成硕 顶峰相见